持續關注南投驚悚的槍擊案 凶嫌李鴻淵 他朝五人頭部行刑式槍決 造成了四死一命危 現在法醫高大成呼籲 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之下 應該要馬上判死刑 才能起到警惕作用 因為他現在還有幕後的問題 不過我想 這個人幕後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講了 所以如果人證物證確鑿 我任何在半人類 把他指引槍決 比較不會再產生這種模仿犯 對於台軍人會騎穿 去台人那種的 可以造成一個警示作用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八年前到你打 假設不是你 是不是都不慣 人人就是你 所以你沒問題 你應用打不出來 你有什麼完蛋 你完蛋是說 人家叫你不能在廣西做工作 跟你掛出去 你四十幾個 可能你找不到 當然在裡面 你會叫我騎摩托馬 老婆你還給我騎摩托馬 我沒騎摩托馬 這個還不至於殺人 而且最主要是他殺人的那個 那幾個人是公司裡面最重要的人物 人家得罪你什麼東西了 而且他殺的是董事長 還有他弟弟 還有他女兒 還有一個劉課長 那個人家叫他劉頒獎 劉頒獎長 他是全部在做劉頒獎師的培養 是他們死也是最大的 最大的那個 怎麼這麼說 會主力 你把這個公司 跟這次的台 這個公司要倒了 這個公司倒了什麼好處 得到好處的人 就是兇手 很簡單 要查就是這樣 怎麼去查 就是找出這個人 跟那些人 有沒有什麼連結 然後才找出 只能就找出墨黑手 你如果像日本人 那一個案子一樣 他在民國85年的時 才會立即發生 後來怎麼沒破 因為台人又很兇殘 這個這麼兇殘 這人沒破的時 當然後面的人就想說 我如果這麼破 這樣做 我也可能不想抓到 對不對 所以就要模仿 所以這個人可能就是這樣 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雖然已經過二十六年 所以是比較不可能 但是也是有可能 你這個人現在連結 又來 現在後面又有人說 這可以了 你沒辦法適應 那也沒適應 你都要做了嘛 對 我這樣管管就好了嘛 我政府要聽我情緒 人家幫我幫忙 我做什麼情緒 我幫我們關閉 哪有什麼事 對 所以就會繼續在做這件事情 新北市中和區日前 真破了一起槍破案 那麼受到市警局的表揚 當天警政間前往頒發破案咖啡 還跟一些員警分局長合影 看起來氣氛很不錯 不過這張照片 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合照中最右側的員警呢 他竟然偷偷比起中指 引起了熱議 對此呢 哇 粉磚小編看到不得了了 趕快把照片下架更換了 而該名員警呢 他辯稱 他說我不是比中指 而原本是要比一個OK的手勢 他認為是角度的問題 但是呢 他的這個解釋的言論呢 也讓分局長等人相當傻眼 認為這名員警是在狡辯 因此對他寄了一支申戒 並加強輔導教育 好 最新訊息提供給您 另外來看到還記得嗎 台中馬沙拉蒂 三煞痛歐南大聲這個案件呢 因為積壓期 即將在本月24號期滿了 11號在台中地院開延壓停 好 這三名二煞呢 從台中地院第一次延壓後 二度延壓 已經關押了七個月了 那辯方律師是已經強調喔 他說呢 重要的證人已經結問了 而且他說這三個人都已經知道 要悔過要悔改了 那麼希望能夠申請交保 但是法官以全案是媒體矚目案件 有串證之餘 裁定第三次延壓 而律師也表示了 這一回延壓期滿之後 下一次就是希望能夠拼交保的關鍵了 在彰化有民眾向警方檢舉了 有一名超狂的外送員 他在他的這個歐多拜機車後方 載了一家外送平台的包包 然後呢 車尾的地方還綁了一個托板車 再放上另外一家的外送包包 一旁騎士看了也感到相當不可思議 而這名外送員就這樣拖著這個托板車 沿路狂飆連窗兩個紅燈 危險行徑 讓路人看了直冒冷汗 紅燈停下 前方一名外送員載著外送包 比手畫腳疑似在問路 不過好像哪裡怪怪的 仔細一看 車尾居然綁了托板車 上頭還放了另一家外送包 一旁騎士還多看了好幾眼 彷彿不可置信 綠燈起步 這名炒狂外送員沿路狂飆 托板車一路顛簸 搖搖晃晃 而他疑似為了趕單 還連闖兩個紅燈 這樣其實很危險 這個第一次看還蠻誇張的 因為隨時後面那台車感覺好像會翻車 這樣的場景出現在彰化山港廂 警方15號接獲民眾檢舉 稱一名外送員在機車後方綁上托板車 沿路狂飆闖紅燈 讓後方民眾看了都不敢靠近 直呼好危險 如果他突然掉了就很危險 會影響到後面的路 真的要趕單之間他們都會 比較衝 一定會 機車負債若超過半公尺 依交通處罰條例第31條 可罰300到600元 而闖紅燈則依第53條 罰3600到10800元 超載違規 還沿路闖紅燈 若是為了趕單賺錢 辛苦跑單的錢 恐怕都得砸在罰環上 記者陳盛偉 羅彩瑶 彰化報導 一名28歲的張姓男子 在美國念完醫療 附件相關科系 碩士畢業之後沒有找到工作 竟然回花蓮老家 當起自耕農 種植大麻 販售獲利了上億元 而這也是近年來台灣東部破獲 最大宗的毒品案件 台北市雙河地區8號深夜 連續發生了兩起槍擊案 雖然事後有一名青少年 帶著槍投案了 但是警方研判案情不單純 一追查發現 有一名曾經參選里長的孫姓男子 疑似是欠當鋪70萬元不還 多次去瞧都瞧不攏 份額叫說小弟開槍 好 這個小弟也傻傻的 他與他的哥哥組成了 黑幫家族組織犯罪 真的去開槍了 好 還代替人頂罪 現在通通被抓了 一看主賢想趁機落魄 便刑警立刻從上前圍捕 只見嫌犯一度想開車衝撞 近20名警力將人團團包圍 當場逮捕 被壓制在地 再也不敢情舉妄動 孫姓主賢和兒子侄子一起狼狽入網 因為他和哥哥都利用兒子 吸收少年犯 組成黑幫家族 孫姓男子是幕後策劃犯罪者的藏經人 以金錢誘惑少年替其執行恐嚇拖漆 以及開槍示威等等惡行 8號深夜新北市中永河 連續發生兩起槍擊 孫姓主賢教唆小弟先到茶行 尋仇連開三槍 再到有債務糾紛的盪鋪 朝門再開三槍 短短15分鐘內囂張開了六槍 原來主賢先前和盪鋪借款 70萬無力償還 車輛遭盪鋪拖走 欠債比債主還凶 恐嚇破棄貼布條 當鋪不堪騎擾將車歸還 沒想到主賢不善罷甘休 到店開槍示威 藉此想一筆勾銷債務 根據了解40歲的孫姓主賢 曾經代表同促黨殘選里長 暗地卻組織犯罪 甚至開槍尋仇 這位兄弟黨和兒子通通被帶 再也無法囂張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校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